最後選擇讓柏惟投外線 一打一的機會喔 滑雪本 這一球沒有翻球的情況下 最後給了一個2加1的機會 這個球的運球剛剛很尷尬耶 其實滿尷尬的耶 它是直接運過了陳宥偉的頭頂 這邊來看一下 這個運球絕對是有問題的 這運球太有問題了 它已經運了一下之後 還可以這樣子運 我覺得不是很合理 在前面那一拍沒有吹的情況下 後面給了一個2加1 這個當然 這個鋼鐵人這邊反應一定會很大的啦 因為都已經先運球了 然後感覺起來 它當然沒有真的把它捧著 就是做180度的手掌改變 但是這個運球有點尷尬